一个律师他已经退休了 但是他就来了解一下这个2.5亿的勒索案 因为对于律师来说 他第一眼就看到了这个勒索案是怎么回事 就是因为新中国联邦人对Luke与中共的揭露 他们这种勾结 结果Luke张口就要2.5亿美金 不给就要撕碎我们的新中国联邦人 这种也行 他听到了 就是Oh my God 就是是一种很震惊的 因为对他作为这种律师行业的人来说 他就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点 其实你要是 你要是作为与中共工作的话 你可以去 因为这是你的选择 但是你要注册海外代理人 你要注册 foreign agent 但是那个Luke是没有注册的 但是他是私自下与中共勾结 还没有做任何的这种注册 所以他就是说 就是完全是这种违背法律的这样的一种行为 他谈到了有一点 中国人们都很善良 都很友好 但是共产主义在控制这帮人 在强制控制这些人的一些行为 然后甚至要用媒体给他们洗脑 然后所以去看到这位先生 他是对共产党是有一些了解的 因为美国是一个大龙奴的一个国家 他说美国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 但是我们接纳所有的外来的 我们接纳华人 我们接纳很多地方来的人 虽然美国也有被这种黑暗势力的渗透 美国依旧是有它的自由存在的 像战友们可以站到这里面的发生抗议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虽然有一些微不足道的骚扰 或者是被拍照片 这种都是很low的手段 中共它就是很低的伎俩 然后对战友们没有丝毫影响的 战友们就是在做正确的事情 然后这就是美国伟大的地方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抗议 但是在中国抗议不了 然后就跟他讲了一些 就是我们新中国联邦成立 是来灭共的 然后他就提到你们新中国联邦人 是在哪成立的 是在中国成立的吗 那肯定就是 他就立马就明白了 对不行 在中国你们一旦是要成立一个新中国联邦 那就早就被干掉了